据路透社10月11日报道 印度商业与工业部长皮尤什戈亚尔当天表示 欧盟的不合理标准正在损害印度与欧盟的商业关系 他在与印度和欧洲企业的会议上警告说 欧盟坚持对特定进口产品征收额外关税 可能促使印度政府采取报复措施 戈亚尔指责欧盟制定了不公平的规则 例如欧盟去年出台的碳边境调节机制 称这些规则不尊重并试图破坏巴黎协定 他表示欧盟制定的不合理标准将成为扩大贸易的障碍 欧盟在2023年批准了全球首个兑钢铁 水泥、铝等高碳产品征收关税的计划 旨在到205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磷排放 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过渡期将从2023年持续到2025年 预计从2026年开始正式实施 这一计划遭到印度、南非等多国反对 欧盟还将原地于今年到期的部分钢铁进口保障性关税 延长至2026年 这将影响印度钢铁的出口 对此戈亚尔表示 过去5-6年里印欧双方一直在就不合理的关税进行谈判 现在印度可能不得不采取不利于良好商业关系的措施 我们一直保持克制 一直在谈判和要求 印度没有不公平贸易行为 现在我们是否应该受到这种额外关税的约束 我们必须采取其他措施 戈亚尔说 这些措施将不利于我们认为 印度和欧盟在商业上应该拥有并继续保持的良好关系 印度财政部长尼尔玛拉·希塔拉曼9日也对欧盟的探关税提出批评 指责其损害印度出口 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 希塔拉曼在英国金融时报组织的一场会议上表示 欧盟探边境调节机制是单方面的 此举将形成贸易壁垒 希塔拉曼称 印度政府已多次对欧盟表达担忧 同时也在寻找降低贸易成本的方法 不过他在会议上表示 印度对探边境调节机制的反对 不太可能阻碍双方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经济时报称 由于欧洲是印度的主要出口目的地之一 欧盟探关税政策可能会影响印度出口商的盈利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